其實之前我們一直想要做一集那個QA的單元 然後就是趁著這次的錄影呢有一個空檔 想說好那我們就來試錄幾題看看好了 不過我要聲明一下就是說那個 如果有人看到Hotinkey的Jack Foster做那個 《回答肚子》的明星片那個單元的話 我要聲明就是說在他那個節目online之前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發想這個單元了 對因為畢竟我們連單元名稱都想好了 單元名稱叫做是 我不會講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第一題好了好不好 我們來試著回答就是網路上面可能大家比較長 可能一些新手或是可能晚一段時間的表咪 他可能也會遇到一些問題這樣 好那第一題就是調時間的時候就是一定要順時針條嗎 還是其實可以逆時針條也沒有關係 嗯你去看大部分手錶他們留內附的說明書的話 都會建議你說你就順著他那個手錶運行的方向去調 那有一些比較詳細他會告訴你 你會稍微調過一分鐘再稍微拉回來一點點 有的說明書會這個樣子寫 這是比較標準的做法啦 可是像我自己的話 我大部分的時候也盡量照這個方向走啦 可是有時候可能只是快個兩三分鐘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偷懶稍微往回調一點這樣 不過有個例外的話是超霸 因為我自己有一隻超霸嘛 那超霸有用過1861機星都知道說 1861機星如果你反著調的時候 他的秒針會停下來甚至會逆走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動作對機星來講 我覺得太不自然了 所以像超霸我要調的時候 就算他只是快一分鐘 我也都會讓他轉滿12圈 就是一定是順時鐘調 就是比較特例的 第二題就是 手錶不戴的時候需要幫他項鍊嗎 這個問題也是有兩個答案 就是之前過去人家曾經有做過 他們就問了所有的維修部啊 或者一些製錶師啊 就各自發表的意見 簡單講就兩派人都有 有些人認為說就是錶不戴的時候呢 你就盡量讓他休息 因為機械這種東西的話呢 你使用本性就是在造成磨損 所以他們覺得說 你不戴就不要上鏈 這是一派的講法 那另外一派的講法就是說呢 錶這種東西越動越好 你讓他停下來之後 反而可能會呢 有可能會乾掉啊 或者是他其實有可能會生鏽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他們覺得說 你不戴的時候呢 還是固定讓他上鏈一下 讓他繼續往下跑這樣子 就這兩派的說法都有 那我自己個人的狀況是變成說 因為我錶不只一隻嘛 所以一定有些錶就是 他可能一陣子都會沒戴到 可是我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一定會把我全部的錶統統都上滿鏈 對 所以我每一支錶的時間基本上都是準的 好 那再來 手錶需要維持滿鏈的狀態嗎 嗯 好 這回到我剛剛上一個問題 我說我每天都把它全部都上滿這樣子 那你上的時候就是 你是真的上到滿嗎 還是你比如說你上到一個 比如說75%或是80%這樣 可不可以老實說啦 除非你今天是有動力儲存顯示 要不然你要很準的上到75% 80%的話 我覺得是有難處的 你說轉幾圈可是你轉大圈小圈 其實那個幅度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那很難抓得準 那當然就是一般來說 就是我們講發條的扭力 最均衡的那一段時間的話 其實大概在75%左右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動力儲存顯示的話 你不妨就把它傳到大概70%左右 這樣 這真是好的 可是不然的話 其實我覺得上滿就給它上滿吧 我覺得這個差別不會太大 好 然後還有一派的說法是說 如果你是手上鏈的手錶 其實你一定要把它拿下來上鏈 你不能戴在手上的時候上鏈 嗯好這個講法的話就變成說 其實就是說因為你今天 你就戴在手上上的話 可能會卡到你的手背啊什麼的 可能會對那個龍心 就是造成一個不是一個正向的一個失利 這個樣子 理論上這樣其實長期下來 對機型的確是不太好啦 可是其實我覺得以現在字表的水準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算太嚴重啦 行有餘力拿下來上很好啦 偶爾這樣補一下其實我覺得問題不大啦 是不是所有自動上鏈的手錶都可以手上鏈 不一定 像比如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的話 就是老的Syco 5嘛 老的Syco 5它只能自動上鏈 它不能手上鏈 就是即使你今天很久沒戴來 你拿起來戴手錶 你一定要用搖的 你轉錶關它不會理你的 因為他簡單講他就是把小檢測拿掉了 因為對他們來講的話 就是這麼便宜的錶的話 你省掉一個零件是一個零件 所以他們就根本把它拿掉 所以有的是不能手上鏈的 那自動上鏈的手錶 不要幫它用手上鏈的會比較好嗎 也有人是這樣子認為啦 因為其實簡單講就是 你如果說你持續有在佩戴的話 自動盤自己就會把它上鏈嘛 是沒有幫它捕手上鏈的必要嘛 可是像我剛剛有說話就是說 可能幾支錶輪著戴 或是偶爾抬戴到這支的話 你可能即時效的話就想幫它補一下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說就是 手錶這種東西就是多一個地方動 就是多一個地方可以壞 如果說其實你就是不去用手上鏈那個部分的話 它小卷側就不會有任何磨損了這樣子 有些人會覺得說其實這樣子 其實算是在保控的一個齒輪啦 其實以現代的製錶水準來講 我覺得這一種的傷害 我覺得會比起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壞習慣來的 比起來的話我覺得這算是小事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不用太刻意避免這件事情 好啦那這一集其實就是我們就是 算是出事提升 就是先試水溫的來試試看 就是用簡單回答問題的QA方式 然後來試試看是不是未來 其實有可能可以衍生出一個單元 所以呢如果覺得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然後呢如果匯解問題夠多呢 就是之後我們可以就是定期的出現這個單元 然後來幫大家解答一些關於手錶的疑惑 你看我們在一起看